2021年,华为人振飞说,一定要拼命研究6G 他说,研究6G是废与筹谋,抢占专利阵地 不要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被别人卡出脖子 当时5G还未普及,因此有些人说,布局6G是不是太早了点 事实上,6G的攻凡战早就开始了 而且竞争的程度远超大家的想象 别不信了,以美日欧为例 2021年时,日本就已经开始布局6G技术 他们在当年的9月份宣布 将权力支持尾上成葬竞选国际电联的电信标准话局主任 电信标准话局是国际电联里专门负责制定国际标准的部门 局长的话语权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日本希望通过这个岗位 让本国的6G话语权得到提升 因此,日本几乎亲近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 首先,日本外务省积极地向各国拉票 然后日本首相亲自出面 在2022年的夏天寻求各国高层支持 还利用安倍的国葬进行独特的外交拉取选票 这个外交也被日本称作吊咽外交 为他们拉来了很多盟友 2022年9月,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期间 日本又派出了一支由60多名成员组成的豪华团队 这个团队的规模是其他国家的6倍以上 他们四处游说,为尾上成葬争取选票 最终在日本外务省的努力下 尾上成葬以90多票成功胜任 日本的6G战略出战就大获成功 除了日本之外,美国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他们的电信专家伯格达·马丁当选国际电联秘书长 秘书长也是国际电联最高的行政官员 影响力比标准话局主任要高得多 而他的前任正是中国的赵侯林 当他们两个胜选时,每日通信界都很兴奋 日本更是用联合抗中来表示这次的成果 可以说,6G技术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企业技术层面的竞赛了 更是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攻凡战 而这仅仅是6G技术争夺战的一个缩影 6G的竞争之激烈超出大家的想象 可以说,稍微有点实力的国家都在提前布局这项技术 甚至为此组建豪华的国际团队 比如2019年时,欧盟就计划在地平线计划中 设立智能网络与服务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支持后5G和6G的开发 地平线计划是欧盟一个专门为科研创新的资助项目 总投资达955亿欧元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科技项目 其中,单单6G技术的前期投资就达到了25亿欧元 2020年时,欧盟委员会又成立了HexaX6G项目 这个项目是欧盟最主要的6G旗舰计划 由爱立信等企业领导 后来又延伸出由诺基亚领导的第二代HexaX2项目 而且都获得了地平线计划的权利支持 这两个团队的阵容相当豪华 不仅拥有诺基亚、爱立信、挪威国家电信、意大利电信等欧洲企业 也包含了美国高通、中国华为等国际通信巨头 在他们的研究下 欧盟又相继出台了数个6G的政策 欧盟投入这么大 目的就是为了成为6G时代的领跑者 除了欧盟外 美国也在积极竞争6G技术的领头羊 而且阵容更加豪华 目标更加明确 就是在6G实现弯道超车 2020年 美国在失去5G领导权后 决定在下一代通信技术上赶超中国 于是 他们的电信协会就带头组建了 NEXT G.Ellens 以为下一代去联盟 他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布局6G技术 所以又被称作6G联盟 其中包括 6G战略路线图 6G的政策和资源 6G的预算和技术等等 这个联盟的规模比起欧盟更加豪华 不仅包含了高通、思科、爱立信等等 数十家信息通信行业巨头 还有谷歌、Meta等互联网跨国巨头 更有苹果、三星、英特尔等半导体巨头 除此之外 还有几家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这个其实是学习 中国5G时代产学研的研究模式 但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一个超级豪华的6G联盟 更关键的是 这个联盟将华为、中芯等中国企业排除在外 目的可想而知 就是要超越中国 成为6G领头羊位置 这还没完 为了彻底赶超中国 老美也学习日本到处找战略伙伴 不仅争夺国际电联的领导位置 还与欧盟、日韩等国达成了合作 构建一个更广泛的团队 6G小联盟 比如2021年4月 美国和日本达成了6G合作协议 双方共同出资45亿美元 开发6G相关的技术 当年5月份 美国国家科学家基金会 和韩国信息通信企业评价院 签署了联合研究协议 双方正式成为6G伙伴关系 并且将联合研究6G相关技术 2022年8月份 美国6G联盟又与欧盟6G协会 签署了备忘录 双方在6G技术领域 达成信息共享和利益交换的约定 至此 在6G的布局上 美国实现了国内外的两大联盟 对中国6G技术展开了一场围堵战 希望在这个赛道实现汪道超车 可以说在6G技术上 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 当然作为5G时代的领跑者 中国自然也很重视6G 早在2018年时 我们就已经着手研究6G 2019年 中国工信部联合科技部等六个部门 召开了6G技术研发工作会 会议上宣布 正式启动6G研发 同时特别成立了6G工作组 IMT2030推进组和总体专家组 这个推进组是延续了5G时代的特点 集合了中国和其他国际通信企业 几大高校和研究院 以及6G相关产业链等产学研力量 共同研发6G的方向和技术 2021年时 推进组发布了6G白皮书 为6G技术发展提供了指导 2023年1月时 工信部就宣布 全面推进6G技术研发 也就是说 中美欧日韩同时提前布局6G 涉及的企业几乎涵盖了 各国各行各业的巨头 而他们都将6G视为必须掌握的技术 这种竞争程度是5G时代没有的 那么问题来了 6G到底有何魅力 为何各国都在竞争这项技术 老美又为何拉拢了这么多盟友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每次提到6G 必定有人会说这是一场骗局 可能这是因为5G让很多人失望了 所以下一世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 但是按照通信技术的规律 6G的研发并不算早 通信领域一般有一个十年迭代的说法 意思是 从1G到5G 每一代的更新迭代都是十年为一个期限 这个规律或许有些偏差 但是整体的还是比较准的 我们以5G的时间表为例 2012年时 国际电联发布并确认了技术方向 并且开始探索5G的愿景 2015年时 国际电联正式确认了5G愿景的三大目标 和具体的时间表 2016年正式制定了5G的两大标准 2019年 5G就已经开始商用了 那么按照十年的规律 6G的商用时间表也差不多 根据国际电联的6G初步时间表 2021年启动了未来技术趋势报告 也就是技术的大体方向 2023年时 将探讨出6G愿景 至于6G商用时间 则定在了2030年左右 这个时间安排与10年的规律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 在2023年 各国将在6G愿景上进行第一次碰撞 决出未来6G的大体方向 千万不要小看6G愿景 6G技术竞争最激烈的就是标准 而愿景则是标准的基础 6G愿景指的是通信技术的总体目标 有6G概念 6G应用场景 技术指标等等 相当于6G框架 而6G技术标准就是在框架里的一些关键技术 如果框架错了 那么技术实力再强 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总的来说 愿景考验的是国家的眼光 标准考验的是各个国家的技术实力 只有眼光独到 加上技术实力 才有机会角逐6G的技术标准 在5G时代 中国就是靠着这样的能力实现了万导超车 当时国际电联公布的5G的应用场景有三个 分别是移动宽带 规模化机器通信 以及低实验可靠的通信 而中国设想的5G愿景有四个 其中三个完美压重 这才有了之后 华为极划码角逐5G技术标准 以及著名的谋想投票门实现 总的来说 6G愿景既是各国6G技术的第一次较量 也将影响接下来的技术标准 可以说2023年就将决定6G的未来走向 所以我才说 现在全面推进6G技术是真的不晚 那么 6G到底有何魅力 为啥各国都这么早布局 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呢 这就要说说6G的价值了 2021年 中国6G推进组发布的白皮书 6G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 其中有八大场景和十大关键技术 而万物质连 数字人生成为最主要的愿景 这么说可能特别空洞 不太好理解 但其实 根据通信技术一层层剖析一下 理解起来就相对简单了 每一代通信技术 其实都有一种基偶互补的规律 基偶互补我在以前就说过 简单来说 就是基数代通信技术更注重创新 偶数代更注重技术完善 比如在一句时代 手机通信仅仅能够实现语音通话 但是在两句时代 就完善了短信的功能 三句时代 通信技术实现创新 增加了互联网技术 可以简单浏览网页和视频 而四句则在三句的基础上 完善了互联网技术 用手机就可以实现高清视频和直播的功能 所以纵观通信的历代发展 你会发现 基数代基本上都是一次比较大的创新 而偶数代则是完善了上一代的功能 以及小幅度的创新 5G和6G技术也是如此 5G有三大特点是 高速率 低延迟 大容量 根据这三大特点 通信专家为5G设想的场景是 自动驾驶 远程医疗 万物互联等等 但是由于基站 成功智能 频谱等问题 导致这些场景都没能够实现 而6G的十大技术中 新型频谱技术 空天地一体技术 以及算力感知网络的技术 可以弥补5G的缺点 以频步技术为例 6G技术完善了5G技术 将高速率 低延时 高容量升级为 超快速率 超低延迟 和超高容量的三超特征 同时引入 泰赫兹频段的电磁波 泰赫兹和5G的 厘米波 毫米波一样 都是电磁波的一种 它是波长在 3U米到1000U米的电磁波 理论上 6G的传输速率将达到 1TGbps 这个速度是5G速率的 50到100倍 而泰赫兹的带宽也比较大 5G毫米波带宽是800兆赫兹 泰赫兹可用的带宽 则达到了几十G赫兹 完全可以弥补远程医疗 自动驾驶等5G的相关场景 而新的频段 必然伴随着新的技术 也是各国竞争的 第一个关键技术 谁能攻克频谱技术 就可以在6G技术标准 以及商业化竞争中 占据领先地位 这个是有先例的 比如 美国曾经压住 5G毫米波技术 措施赛道 又因为频谱被占用的问题 5G的商业化 一直无法大规模推广 在2019年时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吸取了5G的教训 很早就开放了一大段 泰赫兹频谱 供6G做研究 总之 频谱技术看着是很小的一点事 但是它的重要性非常高 6G的第二个关键技术是 空天地一体化 5G时提出了 万物互联的新概念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 但是前提是 5G基站能覆盖到的地方 才能实现连接 而在实际建设中 由于5G基站覆盖范围和价格问题 仅能覆盖20%人口的区域 占地球总面积的6% 偏远山区和深海里 根本无法建设5G基站 这就导致 万物互联的口号虽然好 但是真正的体验并不佳 而6G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白皮书显示 6G网络将在地面互联网的基础上 引入卫星 无人机 空中平台 水下基站等多种通信技术 把天空 地面 地下 水中连成一个整体 让网络无处不在 这就是空天地一体化 其中 卫星的引入将引发另外一场竞争 太空的轨道资源振夺战 要知道 美国依靠商业卫星 占据了大量优质的轨道资源和频段 比如马斯克星链卫星就有4万颗 亚马逊旗下的科伊伯计划卫星规模 将达到8000多颗 还有oneweb的卫星星座 也达到了4万多颗 按照中国通信专家陈山芝的话说 5G时 低轨卫星在补充 6G时 它们就是相互融合 所以这些卫星和卫星所在的轨道资源 在6G时代将发挥关键的作用 当然 中国也有大规模的卫星群 但是相比于美国 我们还是处于劣势 轨道资源一直是各国争夺的对象 如果如何进6G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那么它的战略意义将再次上升一个档次 这也是这些年低轨卫星爆发的原因 而6G第三个关机技术 算力网络的价值同样很大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5G万物互联的目的是 将各种设备连接到同一个数字网络 它就像我们人体的血管一样 可以充当枢纽将各个器官连接在一起 6G则要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上升级为万物质联 6G不仅仅要充当枢纽 还要将器官和大脑的神经也连接在一起 进而将万物互联打造成 一个有智慧的数字世界 如果说5G是数字世界的大血管 那么6G就是数字世界的神经系统 而算力网络则是数字世界的大脑 一旦它们三者相互结合 那么中国的数字世界将更快实现智慧化 要知道 未来的世界是数字化世界 数字时代就像工业和互联网时代一样 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全球计算力指数来换算 每提高一点算力 就能影响千分之3.5的数字经济 换算成GDP就是千分之1.8 所以算力就是未来的经济动力 它可以撬动巨大的经济效应 而6G万物质联则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算力网络支持 算力网络其实中国也已经在布局了 那就是国家级战略工程 东树西算 树指的是数据 算指的是算力 可以简单理解成将东部的数据 放到周边和西部去储存和计算 它涉及到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 数据中心 云计算等等先进科技 而6G就是要将承载这些技术的设备 都连接在一起 让整个算力网络变得更加智能 因此 6G被经济学家称作 数字经济的技术底座 这就是为啥各个国家都要布局6G技术的原因 当然 6G的关键技术亮点绝不只有这些 还有许许多多的未来产生深刻影响的技术 我们有时间再说 然后看看最后一个问题 美国为啥要在6G上搞联盟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中国太能打了 一到4G时代 中国通信技术处于跟随阶段 但是在5G时代开始 中国就处于领先的状态 以5G标准为例 当时立项的标准共50项 中国以21项的数据处于绝对领先 跟在我们后面的是欧洲的14项 然后才是美国的9项 6G技术是以5G为基础 所以我们在专利上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 2021年时 中国以50%的占比处于绝对的领先 当然这个数据并不一定准确 因为每个组织的数据和统计方法都不一样 结果自然也会不同 但是根据我查找的多个数据来源分析 中国在6G专利上依然处于领先地位 华为的任正非也曾说过 华为的6G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的 总的来说 我预计 这些专利将为中国争夺6G标准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此美国才为拉拢战略伙伴 争取国际电联的高层席位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足够的话语权来与我们奋挺抗力 总的来说 2023年将是6G攻凡战的元年 6G标准将是焦点 而6G的商业应用将决定未来的经济走向 路还很远 但是也很艰辛 我们只能静待我们的6G技术开花结果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